大家好,我是在以学里默语的一幕 最近的垃圾分类大家都晓得了 本来以为没我啥事 只有上海人民遭到暴击 直到我看到了这张图 嗯,行嘛 我估计 我的北漂生涯就要结束了 而且以后的口头禅 你个垃圾 也要改了 我得说你个狮垃圾 垃圾分类小窍门 猪能吃的是狮垃圾 如果你想骂得再狠一点 那就得说你个干垃圾 意思就是猪都不屑于吃你 心口都想改它 其实狮性严格垃圾分类的国家有不少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日本就是垃圾分类大国 跟他们的垃圾分类相比 我们现在要施行的就好像简单了很多 正好今天我发现 垃圾小心中有一集讲了垃圾分类 那么我今天就为了谁 其实,嗯,不对 为了让大家了解垃圾分类 讲一下这集 垃圾小心要垃圾分类 某天青草就为了推广新的垃圾分类法 决定将美亚所在的区域定位试验点 维持一个月 可是这个新的垃圾分类让人头大 由于工作量太大 美亚一个人收拾不过来 她决定把全家拖下水 让大家一起分垃圾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来 日本跟中国的不同 日本以前因为女性当家庭主妇的很多 所以垃圾分类可以很好的推行 毕竟大部分家庭主妇的工作 就是做饭照顾孩子做家务 不像是双职工家庭一样 夫妻双方都有工作都很忙 为了教大家分类垃圾 美亚将教学分为两步 垃圾分类第一步 准备跟垃圾类别一样的垃圾桶 垃圾分类第二步 将物品解体 比如说这个纸质的面筋纸盒 以前是放在可燃垃圾里 但是现在要把纸盒上的塑料 薄膜撕掉放进塑胶类垃圾 然后再把纸盒放进纸类垃圾里 再比如这个小熊饼干盒 空盒子是纸 要放在可燃垃圾里 里面的塑料袋 要放在塑胶垃圾里 塑料袋里面的饼干渣 是可燃垃圾 要放在可燃垃圾里 小欣觉得这样太心累了 决定还是把饼干渣 吃的一干二净子给丢掉 由于垃圾袋需要购买太多也挺贵的 所以美娅也不敢散装太多袋子 都包在了一个垃圾袋里 塞的满满当当的 在日本丢垃圾是要按日子的 每天都要扔指定的垃圾 第一天是纸质垃圾 但是由于今天的垃圾里 装了小型动感超人的饮料罐子 垃圾被退回 只能等到下周再扔了 美娅觉得这是因为广志没有分好类 责备广志 第二天要扔塑胶类垃圾了 结果又因为里面掺杂了广志鲜的DVD DVD不算塑胶垃圾 所以只能下周再扔塑料垃圾了 美娅又觉得这是广志没有分好类 第三天该丢可燃垃圾了 结果还没扔 美娅就发现自己鲜的珍珠项链在里边 在座的三人都在好好分类 那么凶手就是 这样大家都知道垃圾是谁弄混的了 果然夜半时分 小葵开始去垃圾桶边玩了去了 在家抓住了小葵 禁止她再玩垃圾 终于在第四天 垃圾分类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大家可以放心的丢垃圾了 结果在这天 由于投诉垃圾分类的人太多 新的垃圾分类办法被取消 还是按照以前的 今天分类的垃圾 只好等下周分好再丢掉了 就这样 小新家这一星期的垃圾 全都得等到下周再扔了 故事结束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垃圾分类的工艺片 相对于邻国 中国的垃圾分类还是很简单的 大家还是找好定位 判断自己是个什么垃圾吧 由于这期的故事太短 我有点愧疚 毕竟这集的原片也就七八分钟 我要是只讲个内容也就太水了 那我接下来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日本的垃圾分类吧 日本每个地方的垃圾分类都是不一样的 最低的分类有四五种 多的就吓人了 有二十几种 其中比较常见的有这些 我感觉不比美牙那儿新实行的又简单多少 首先是可燃垃圾 就是一些纸巾 烟头等 太长的比如木棍要砍到五十厘米内回收 塑料瓶类包括饮料瓶 酱油瓶等 需要用水洗干净 然后再压扁 可回收塑料 大部分都是一些包装袋 也是需要洗干净 还要把纸质标签类的洗掉 接下来是其他塑料 包装瓶装以上塑料之外的塑料 比如说CD塑料玩具的 如果是上面带着金属陶瓷啥的 需要把它拆开放到不可燃垃圾 接下来就是不可燃垃圾 陶瓷 小型电器 耐热玻璃等 不耐热的玻璃要算到可燃垃圾里 接下来是滋眼垃圾 也可以理解为可回收类的 报纸 杂志 布类 金手类等 有一些看起来跟不可燃垃圾 还有可燃垃圾虫的 但这个有更详细的分类办法 我也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是有害垃圾 比如电池 体温器等 最后就是大型垃圾 大型的家用电器 比如说电脑 电视 自行车这些 处理的时候还要额外支付处理费 而且这些分类有很多地方 也要像小亲家一样拆开分类 比如说乙包烟 外面的塑料属于塑料垃圾 盒子是纸质的 属于纸质垃圾 铝箔纸就是金属垃圾 烟头就是可燃垃圾 考虑到有很多外国人 所以日本很多垃圾桶上 都是有图案或者是透明的 让不认识日文的人 也可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垃圾 同时日本垃圾回收的时间 还有地点是固定的 也是个地不一样 今天扔不了的垃圾 或者因为没有分好类被退回的垃圾 就得等到下周再扔了 而且如果你乱丢垃圾 就会违反废弃处置法 你会被拘捕 并处以3万到5万日元的罚款 也就是人民币2000到3000左右 当然这也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也有罚的更多或者更少的 看完这个垃圾分类后 我觉得中国垃圾分类 至少目前看来还是很简单的 再者说 垃圾分类也确实是有好处的 我们迟早得适应 也必须适应 毕竟处理垃圾实在太占用资源了 反正对我来说 也就是把水喝完再扔水瓶 把外卖盒吃的一干二净 再洗干净丢掉 再多买一点塑料袋 还有垃圾桶就好了 其实挺简单的 太难了